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广播记者 一些 我很喜欢讲话 很喜欢讲话 这是爸爸的教室 讲国中的故事吗 爸爸以前国中啊 老师是会体罚 会打小朋友的 以前是你没办法改变 现在你有自己人生的选择权 你为什么不去改变 你为什么不去做 就一直好像想要摆脱乡下的那种感觉 想要变得不一样 过了比较好一点的生活 因为我每次参加努力赛 我觉得我都会很努力去做 做一件事情 我觉得要做做最好的 说那个是梦想 还小吗 说梦想那是梦 长大以后不晓得 那我认为说 也许这是一个新的尝试 也许我的国中生活 会和别人不一样 可是 你没有长大 你不会知道 这些都是真的 那都是成为 我现在的养分 不须有还称 不须有的 对 这些年轻人 有一定的